本节目由酸女孩与生鲜食材科技共同企划制作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 加工越少 吃得越好 大家好 我是酸女孩团队的洋葱妈妈 我们团队鼓励大家原型食物 加工越少 吃得越好 等一下我们来宾会带来几段非常重要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防疫在家 其实我们冷气吹得很多 然后我们的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食欲的问题 然后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所以小明等一下会帮我们带来两道料理可以解决你 第一个开胃问题 然后营养均衡的问题 最后就是如果在冷气房待得很久 饮料上面跟水分上怎么样去摄取 让大家更健康呢 酸女孩陪你四季料理 我是酸女孩团队的洋葱妈妈 很开心 我们酸女孩团队是鼓励大家要原型食物 加工越少 吃得越好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这一集的来宾是 酸女孩团队呢 酿造好味料理制的主厨 小明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明 小明好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你来呢 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大家最近疫情在家都碰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好像都吃不下 为什么会吃不下 觉得主要是因为就是大家现在 可能比如说在家里面啊 就是分流上班也好 或者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少外出 所以你的活动量也好 或者是生活做起也好 我觉得都有一些微微的变动 而导致就是比如说就是你本身的食欲 会有一点点不振 对啊 这里就是为什么那外送 非常非常的 大家会很习惯 因为第一个不知道吃什么 第二个我又没有足够的活动量的时候 那我就会叫外送 可是叫外送很不自觉的过程之中 可能又好像点了太多 吃了太多所以热量又偏高 然后另外好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在家里好像都吃不太下 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在动的状况之下 然后每一个空间的距离是很少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没有足够的一个运动量 其实也产生了根本就吃不下东西 对就是比较容易会产生就是 肠胃上面有一些基石的状况 对那因为本身没有在 有一些就是正常规律 譬如说上班的时候 你还会有一些走动啊 或者就是一些活动量的部分 那因为在家里面都是做着工作 家里面的可以活动的方法比较小 而导致你本身的食欲更吃不下 哇那最重要的是 当你吃不下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你最后就营养摄取也不太均衡 那不小心叫了外送的时候 可能热量上面又爆表 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然后再加上可能调味料的部分 并不是非常的健康 那小明如果像这样的状况 你会建议大家要怎么样先解决食欲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像我在家里 我最近吃不下 可是我又必须要让小孩子吃东西 对不对 我要怎么先解决食欲问题 那我这个料理的方法 也有什么小技巧之类的 其实就是像现在 天气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 下雨天比较潮湿 那就是可能又加上 本身没有什么食欲的部分 其实我还蛮建议做一些 应该说就是一个 打开味蕾的一个动作 对那其实这个部分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其实就像大家印象中的 南洋料理 它就是有一点点酸酸甜甜的 吃起来比较清爽的搭配 蔬菜也好水果也好 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可以达到 开启味蕾 就是你本身食欲会比较好一点点的 一个还蛮好的方向 一个料理方向 所以像南洋料理 其实我们都会想到是什么 比如说咖喱啊 然后泰式啊 但是其实上南洋料理 小明你可以告诉我 只要有什么就可以做南洋料理 而我不一定要去买什么香茅之类 我只要有什么东西我就可以做 其实南洋料理 它最主要就是我们一定都会吃到 它会带一点点微微清爽的酸味 那其实台湾就是像柠檬 像现在是产季啊 那在家里面有一些柠檬 可能譬如说两颗三颗 其实有柠檬就可以做南洋料理了 所以用柠檬就可以做南洋料理 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等一下会给小明一个任务 那个任务就是 他帮我们挑战用防疫食材 然后还要符合当季食材的概念 尽量符合当季食材概念 然后帮我们大家做几道料理 然后说给大家听 让大家可以在家里完成 那如果说我们第一个在家里 我们要先解决食欲问题 可是我又不想要吃太多 那你会觉得我们的第一道料理呢 是要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其实在家里面的话 要做简易的南洋料理 然后又不想要吃太多的话 其实可以朝向 譬如说两拌沙拉类型 对那因为像南洋料理有很多 就是很清爽的沙拉这样子 天气闷热或者是食欲不好 你就不想要吃太多的淀粉啊 或者是很热的东西啊 那其实像沙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南洋调味的料理手法的一个沙拉 可是因为实际上 有些人真的实在是 就是沙拉其实没有明显的饱足感 那如果我又想要摄取淀粉 可是说真的 我真的天气真的很热 我真的没有办法吃下饭 或吃下面 那越是河粉 越是河粉 其实是我们夏天很喜欢吃 可是如果我要去买河粉 或者是我要去买这些凉粉 我又觉得很麻烦 小明有没有什么建议方法 就是有什么食材 可以取代这种凉粉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它主要是在于口感的部分 那像我们常听到 譬如说不管是泰式 或者是越式 或者是缅甸式的 这些河粉啊 什么之类的 它其实主要的原料 都会是像是树鼠粉 或者是绿豆粉 这样子的东西下去做的 那其实我觉得 简单来讲的话 就是用台湾的冬粉 其实我觉得它的口感 就可以达到像凉拌 凉拌盒粉的这个口感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冬粉 其实冬粉非常非常的简单 因为家里 其实大家只有吃火锅的习惯 然后一定会丢一包冬粉 然后还剩两三个在柜子里 所以其实冬粉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小明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做两道 这个免叫外送 然后在家里自己完成的两道菜 那这两道菜 第一道菜我们就把它设定为沙拉 第二道设定为冬粉 可是我要讲 就是这两道菜 你等一下要挑战之外 你要符合那个防疫食材 那防疫食材呢 其实我要挑几个给你 你有办法做到吗 就是防疫食材里面 大家都知道有大蒜 大蒜这大家一定有 要不然就是有洋葱 好 再来就是还有什么 姜 听说姜也不错 对不对 对 姜也不错 然后还有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现在我们要挑一些 水果类的部分来讲 就是最近很盛产 夏天啦 奇异果 奇异果其实也不错 好 那我们就挑这几个食材 给你做挑战 那你第一个沙拉会想要怎么做 沙拉的部分 其实像现在的话 绿竹笋 其实已经算是开始产季了 对 那我觉得大家夏天都会习惯 吃凉拌 凉拌笋 这样子的东西 那可是就是 它的酱料 台湾来讲 一般都会沾美乃滋 OK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 那那个竹笋 其实大家常买回来之后 都会觉得 我现在要怎么 是水煮还是怎么样 有没有一个 更快简单方法 比如说我现在在被料当中 那个笋子就在处理 有没有一个方法 有有有 其实就是笋子的部分的话 它非常的好处理 那像我们从菜市场买 买的竹笋回来 你只要稍微清洗干净 把它的土给洗掉之后 然后我们去头去尾 去尾的部分 绿竹笋就是根部的部分 会有一些就是比较老的一些纤维 那比如说我们就是用指甲 去稍微测试一下 你就会知道 大概切到哪里就可以了 对那我们去头去尾之后 把它放到 我们煮饭的饭锅里面 用电锅针 用电锅针 不一定要用水煮 水煮跟电锅差异在哪里 电锅针的话 其实更可以保留它的甜分 因为你水煮的话 它的接触面就是跟水是 本身是就是接触在一起的 所以你在烹煮的过程之中 所有的食材都是一样 在烹煮的过程中 你的本身里面的 组织里面的水分 跟营养成分 都会流失到汤汤水水里面去 所以蒸出来的竹笋 其实口感应该会更鲜甜 对它会更鲜甜 它会把就是本身食材的味道 保留在它里面 我以前都是错的 因为我都是用水煮 所以这个方式 其实还蛮好的 那我们就是在内锅的部分 把竹笋放进去之后 就是我们内锅的部分 大概就是加50到80ml的水 这个是一支竹笋的量 那我们在外锅的部分 大概放100到150ml的水 那直接放下去蒸就可以了 那蒸多久呢 一般来讲的话 譬如说像大同店锅这一种 它只要外锅的水分干了之后 它其实自己会跳起来 好 那我们在大概是蒸完 它跳起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什么事 我们要准备酱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个沙拉酱 那这沙拉酱的话 我们等一下就请大家 可以边听边做笔记 那没关系 你们可以重复回放听 就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沙拉酱的话 你会建议是哪一些调整 沙拉酱的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我觉得可以用 浅制醋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姜泥 如果不喜欢吃到这么多 那个渣渣的部分 你可以把老姜的皮 稍微用刀稍微刮掉 然后再把它制成泥这样子 对然后接下来就是 我们可以放奇异果 奇异果非常好 对对对 奇异果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是取果肉之后 稍微譬如说用刀子 或者是用叉子 稍微把它压 变成泥状这样子 等一下我们比较好去 跟水分酱料的部分 做一个调和 提醒大家要压 用叉子压一压 不是只是有切块 我们是等一下变成 寿司泥的概念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可以 加一些些的土缝辣椒酱 那因为辣度本身是可以到达 让你开启食欲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不用多 因为有的人吃的比较辣 有些人吃的比较不赖 所以假设 如果我们刚刚浅制出 大概是10ml 姜泥大概就是2克 然后奇异果半颗的状态下的话 我们的辣椒酱 大概也可以抓在 2克左右的程度就可以 对然后最后的部分 当然就是我们需要 它的咸度嘛 咸度对对对对 咸度要用什么取代 对咸度部分的话 我觉得可以就是使用盐取代 对那因为 现在大家的运动量比较少 如果你在家里面 吃太多的盐分的话 你的钠含量会过高 那盐取本身是自然的发酵品 所以它的钠含量是少的 但又可以达到 引出食物的鲜甜 所以我觉得盐取是一个 还蛮好的一个调味食品 好那小明我们再重复一下 这个酱的做法 实际上是浅制醋 再加姜泥 再加奇异果 再加发酵锋里辣椒酱 最后是用盐取低钠的方式调味 对然后它的比例来讲 就是浅制醋的话是 大概10cc左右 然后姜泥的部分大概抓2公克 然后奇异果是半颗 然后发酵凤梨辣椒酱可以抓 大概2公克到3公克 然后盐取的话可能就要5公克 它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然后我们这个比例调完之后呢 就变成沙拉酱底 最后就是把我们的凉笋部分 铺上 在里上酱就完成 对不对 对那如果就是像在冰箱里面 还有一些就是蔬果类型的东西啊 譬如说就是像洋葱 洋葱大家其实家里面应该常常有的食材 对那洋葱有些人不喜欢吃它的辛辣感 其实你切丝之后 把洋葱泡在冰水里面 它可以去除那个辣度 可是洋葱它本身在 做一个身体防疫的部分呢 其实是蛮好的食材 而且它的口感蛮好的 你泡水大概3到5分钟 烙起来之后跟凉笋一起吃 其实是还蛮有口感的 也蛮好吃的 嗯 因为这道我们前一阵子 料理教室有在测试这道菜 所以其实效果非常非常好 很建议大家做 那第二道呢 我们要讲做一个凉拌冬粉 然后这个凉拌冬粉 其实是带着一个越式口感 那像冬粉的话来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煮冬粉也是一个技巧 因为像我每次就是水滚 就把它丢下去 然后直接把它捞起来 就发觉那个冬粉都烂烂的 对因为其实像冬粉的话 一般台湾的烹煮方式 如果你是煮火锅 当然就是直接丢下去没有问题 对但如果譬如说我们这次是要做凉拌 所以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先把冬粉先泡水 泡冷水 泡到就是它只要就是软化之后 其实就可以了 那泡水的部分可以就是缩减 我们在烹煮的时间 可能譬如说你泡个 我觉得大概就是五分钟到八分钟 基本上一定都软了 对那在这个状态下我们把它放到一锅滚水里面去 大概汆烫个三分钟 我觉得大概差不多三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是吃凉拌的部分 就是希望它是有一点点口感的 那三分钟之后我们把它捞起来 稍微过一下冷水 让它变成就是冷却状态 中心不会再继续加热 而导致冬粉过烂 对我们就是让它回到一个比较 常温的状态下面 过完冷水之后呢 我们稍微把它沥干 那放在旁边 我们就可以去准备酱料了 所以大家要记得 就记得要先泡水 泡完水之后再丢到热水里面去煮 大概煮三分钟 可是起来的时候最好还是过冷水 它口感会比较Q 对 那我们现在那个冬粉啊 就像第一个我们今天有一个淀粉值的 就是用绿豆做的冬粉 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蛋白质 你会建议蛋白质是什么 蛋白质我觉得就是医家里面常见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好的蛋白质有哪些 比如说像运动人会喜欢吃鸡胸肉 那我们平常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用水煮蛋来代替 或者是水波蛋之类的 都是蛮好的蛋白质的一个摄取食物这样子 所以可以用鸡胸肉 或者是你用蛋水波蛋或水煮蛋 或者当然是有些人啊 就蛮多健身的人都喜欢吃牛肉嘛 对对对 牛肉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合适的 那这道料理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变化类型的 如果你喜欢吃生菜多一点点 那我觉得可以加一些 家里面有的食用机的生菜 对然后喜欢吃肉的朋友 可以有一些鸡胸肉 不管是用水煮或者是煎制的部分 其实都可以 那牛肉片当然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它有丰富的铁这样子 那可以帮我们身体补充就是足够的养分这样 所以小明刚刚讲说比较建议鸡肉啊 或者是牛肉 那我们都是用煎的方式 为什么要用煎不用水煮 水煮的部分的话其实也是可以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回到我们像刚刚上一题的部分 上一道料理的部分 就是水煮其实会让比较多的 就是食材里面本身它的营养 营养的成分就是比较容易会流失掉 那煎制的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更带出食物它本身的味道 那因为我们在加热过程之中 可以形成就是食材外面 快速的有一层保护的 就是西式料理来讲 它算是就是一种美娜反应 你在表面煎制出一层就是 譬如说金黄色的 我们常会说就是要煎到金黄金黄 这样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养分跟肉质 就是封锁在肉里面 对所以就是用煎制的方式 可以达到比较保留食材养分的一种料理 对小明刚讲 其实就是一个食物在一个高温状况之下 它会产生一个美娜反应 那那个美娜反应就是蛋白质 或者是糖分在转化过程中产生的香气 那我们都会说 为什么外面有些食物 好像在大火快炒之后会特别的香气 因为它其实产生的就是一个美娜反应 所以我们的肉片已经处理完之后 用一个炒的或煎的方式去执行完之后 那我们的冬粉的 那个凉拌冬粉的sauce要怎么做 sauce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一样可以用浅制醋 对那浅制醋其实就是到达一个比较 带有一些酸味开启味蕾的部分 然后这一道料理 因为就是冬粉本身还有的水分比较多 所以建议就是会再加就是柠檬汁 对那柠檬汁的部分的话 如果浅制醋我们刚刚一样 就是以10ml来讲的话 柠檬汁大概是2到3ml就可以了 它是增加那个酸度的部分 对然后我们会用大蒜 大蒜的部分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譬如说一半 你家里面就是一半那个大蒜的量 我们把它稍微切碎 然后接下来就是香菜 香菜我们叶子含梗的部分 我们大概就是抓个5克左右 那你就是把它切碎 然后一样跟大蒜香菜 还有我们刚刚的浅制醋 柠檬汁放在一起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一样 可以加一些些就是我们的土蜂辣椒酱 带有一点点辣 然后跟最后就是我们盐取下去 做一个咸度调整的部分 好那我重复一下这个酱的 sauce的比例 其实就是浅制醋10ml 然后柠檬的话 基本上大概是2公克左右 大蒜的部分是大概就是5公克 然后香菜的部分也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香气的来源 所以是5公克 然后辣椒酱大概就是2公克左右 盐取部分大概抓个5公克左右 那其实说这两道菜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是用浅制醋 为最主要的一个基底 那浅制醋当初我们研发的过程之中 小米有参与我们一些研发 所以其实我们就浅制醋 它的特性是什么 浅制醋的特性 不会像一般就是譬如说米酿的 我们一般在外面 市售会看见的白醋一样 它有这么强烈的刺激性 对那浅制醋本身里面就是含有 就是昆布跟香菇的萃取物 所以就是它本身吃起来是带有一些些甜味的 然后就是跟一些像是水果自然的酸度 对那它在这样的味道里面 其实我觉得加到料理里面 甚至就是你 单纯的把它加在水里面 它的味道都会非常的舒服 就好像在喝水果水之类一样的那个酸甜度 所以并不会在料理里面 或者是在加在水里面 让你感觉到有一股就是不太舒服 或太刺激的感觉 所以我们浅制醋其实基本上 当初的一个开发的目的就是 它能够取代所谓的糖味淋 跟柠檬汁过多的一个使用 然后另外可以在调味的时候 让大家在做一些凉拌 或者小菜的时候 它会比较精准 像我有时候在家里比较累的时候 我其实会做沙拉 然后我就把家里的蔬菜切一切 然后做沙拉的时候 其实我就只有加橄榄油跟浅制醋 然后就变成一个油醋这样的概念 所以其实它也蛮好用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这两道菜 为什么会以浅制醋作为基底 然后去做一个变化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做一个发酵凤梨辣椒酱 那个发酵凤梨辣椒酱 它比较特别是因为 它是跟土凤梨为期 大概一个月的发酵 所以它带有很特殊的一个水果香气 所以这些辣椒酱呢 加进去料理里面 其实它就是增加它开胃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解食物油腻的一个特性 好OK 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粉丝提问的问题 因为我们每一集里面 都会有一个粉丝提问的问题 然后这个粉丝提问的问题 可能是料理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 最近饮食上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小明尊 你大家也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 那另外一个 我们也有询问过白果中医师 如果像这样的一个粉丝问题 是针对身体上的问题 然后在中医的观点 它是怎么看 好 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 这个粉丝反映说 只要待在冷气房 就容易感到疲倦 然后即使冷气房的温度 非常的舒服 并不会觉得特别的冷或热 但是它还是离开冷气房 才会舒服 只要待在冷气房 里面就不舒服 小明尊我觉得这个问题 现在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最近开始天气闷 时期家里面 有时候要除湿或干嘛 让空气循环 其实我们就会开冷气 那你发觉这个冷气 一开开下去 应该就开到八月了 对甚至九月十月都有可能 对就你知道 那那个冷气就开到八月 然后你觉得像这个冷气 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如果我们 一直待在冷气房里面 然后它会觉得特别疲累 你会觉得可能是哪些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 现在大家上班 不管是上班的形态 或者是异性的关系 那在冷气房里面的时间 其实会待的还蛮久的 对那冷气房里面 其实常会碰到问题 就是你的水分 补充的不够 那补充水分 其实指的是一整天 就是你需要喝到 多少的量以上 那像夏天一般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譬如说 3000到5000cc 可是这个补充水分的部分呢 其实指的是 你一整天平均下来 需要喝到这么多的水量 而不是你在短时间之内 你感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感觉到就是 你的舌头觉得就是 诶 有一点干 然后想要喝水的时候 代表就是你的身体已经缺水了 对那其实水喝到身体里面之后 还包含了 譬如说身体本身 有没有吸收这个水分 所以其实我会建议 我们在喝水的时候 可以加一些 譬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像柠檬片 那不管是黄柠檬 或者是绿柠檬 它本身的维他命C 跟微量的一些元素 都可以补充身体 需要的一些营养的需求 这样子 所以柠檬水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方式 就是因为上一集妈咪来也讲到说 请柠檬水的话可以解决现代人说 钠含量 不小心摄取过多 然后另外就是 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他命B群 然后这个东西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还有 它的柠檬皮是 它基本上是带钾 然后钾就可以代谢 钠 钠就是盐巴嘛 所以是其实大家可以多喝柠檬水 那另外一个呢 如果我们现在要多喝水 可是我们又不是让一只灌水 你会建议还有什么样的一个 大家可以喝的饮料 而且这个饮料其实是在家容易调配 然后另外一个是健康的 像有些人很不喜欢喝水 没有味道的水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是加柠檬吧 他就是习惯喝饮料 他就是要加糖加什么 那这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我们刚刚讲 我们又用柠檬取代 那还有什么方法 我们在夏天或者是比较炎热 不喜欢喝水的状态下 我觉得就是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潜质醋 他加在水里面 大家会觉得说 把醋加到水里面 好像有点奇怪 可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 就是很多人都会喝所谓的水果醋 对 对 他的效应其实是一样的 对 那其实我觉得潜质醋的味道就是 介于在水果醋 跟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 昆布跟香菇萃取物的 就是这个甜甜 然后大概有一点点水果自然香味的 那个酸度的中间 所以他其实并不会让我们喝下去 觉得有点奇怪 来喝白醋水 对对对 之前小明跟我讲说 你们家的潜质醋 可以跟家气泡饮结合在一起 我说真的假的 就我们前两个礼拜 我们团队刚好在做一些测试的时候 我们就把潜质醋跟气泡水 然后加在一起 我很惊艳的是 他的那个口感真的是酸跟甜 然后最重要 小明就说 如果你家里有冰箱 有一些果酱之类的 你就可以拿出来 就是把它拌在一起 会超级好喝 对 真的会很好 很好喝 然后小明就说 料理教室外面有没有薄荷叶 去摘两片薄荷叶 放在上面就可以了 对 对 那像水的部分 如果你希望有一点点味道的话 像前阵子还蛮流行 所谓香草类型的植物 比如说就是我们常看见的薄荷叶 然后还有蜜蜜香 是比较常见的嘛 然后还有一阵子非常流行 芳香万寿菊 它本身带有一点点甜味跟香气 对 那如果你都不喜欢这种 太过于草本的味道 有一种天然带有甜味的植物 叫做甜菊叶 它本身的含糖量是还蛮高的 可是因为它本身是植物里面 带有的甜味 所以它不会造成就是身体无法代谢 或者是它甚至像就是 譬如说有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压的人 都可以食用的 对 那个蛮好用的 对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取代 作为我们一般家里面食用的砂糖 在夏天做调味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是蛮好 它本身都是非常天然的 那小明可以跟我讲 如果今天啊 我们希望在这一个浅之处的饮料里面呢 它还可以加进什么样的一个防疫食材 其实我觉得可以加 比如说我们姜泥的部分 对那姜泥其实本身 它是可以去除身体的一些潮湿的部分 就比如说身体里面水汽太多 对那如果你不喜欢姜泥的话 像我们刚刚讲的橘皮类型的果汁啊 什么东西 其实你也可以加进去 就是取它本身的原液的部分 或者是柠檬皮可不可以 柠檬皮也可以 对柠檬皮反而就是可以带有更多的香气 像橘皮类都可以 比如说就是像香吉士 如果你有葡萄柚的话 或者是比如说现在是比较没有啦 那橘子也是蛮好的一个食材 那可以留到冬天的时候去做使用这样子 那小明可以跟我讲 如果我要做这一杯的浅之处气泡饮 它的比例应该要怎么抓 比例的话一般来讲 我们的水杯大概就是500ml左右 浅之处我觉得可以抓3到5ml的部分进去 其实就非常的足够 它就会让水本身是有一些酸酸甜甜的味道 对然后再加上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姜泥 或者香草植物的部分 那姜泥就一个人喜好啦 因为如果你真的喜欢味道比较重 你就多加一点点 带着一点去湿的效果 就是加一点点也就可以了 所以我重复一下这个浅之处气泡饮 最后在这个部分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500cc的水 然后或者是气泡水 然后再加上3到5ml的浅之处饮 然后姜泥的部分一个人的喜好 跟不合一的最后再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一个提到这个冷气房 容易觉得疲倦的问题 然后就白果中医师这边的回答是说 其实我觉得现在人就是 第一个在这个空间之下 大家如果防疫在家 其实一定冷气又吹蛮多的时候 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多运动 运动它主要是一个所谓心肺能量 然后你的气血循环速度会比较快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忙起来 没有时间运动的话 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气虚问题 那他说这个气虚问题可能会从饮食或内分泌 或者是甚至你的年纪的老化退化 产生的气虚都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做一些运动的话 他会建议呢 你可以用就是一杯水 然后加一点点10公克上下左右的黄旗呢 放在水里面 然后一大杯呢冲泡很久 然后你可以多次2到3次的一个回冲的方式 他也可以解决气虚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我们建议大家就是防疫在家 糖炊冷气呢 记得水分一定要摄取 水分摄取你可以解决的方法 就是柠檬水的方式 或者是用前置醋饮 然后再加一下薄荷叶 或者是将你让身体去湿的一个效果 或者是照中医师讲的 你可以在你的热水或者是温水里面 加黄旗的方式去解决这个气虚的问题 好OK 那今天很谢谢小明来 然后我们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就是 我们每一集完之后呢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节目单上面 都会有一个料理QA的信箱 然后大家可以提出自己在 近期里面可能在家里啊 或者在防疫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台湾大概下半年吧 应该都会 我觉得其实就是上班跟上课 一直这样断断续续 对 应该会一直维持这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最重要就是 我觉得要有一个心理去面对这件事情 是要我觉得把它视为日常一个状态 然后最重要我觉得饮食健康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我们今天谢谢小明来 然后我们下次能够多关心大家 做一些相关的防疫的议题的一些食谱好吗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